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感动 作者 蔫花惹笑 播讲 一刀租租租一种侃侃 后期鲜血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804集 凤九儿侧头看了剑衣一眼 惊敏了敏唇 脸色似乎比刚才好了些 突然她想要回去了 但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回哪里 是北木国吗 可她明明是凤族的公主 而且要是她走了 四皇叔怎么办 她绝对不会愿意留下她一个人孤孤单单 怎么了 剑衣实在是看不得凤九儿现在这模样 低声问道 心情不好 没看出来吗 凤九儿白了剑衣一眼 不再看她 看出来了 可你心情不好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那为何还要心情不好呢 剑衣凑了凑眉 也收回视线 看着前方 凤九儿瞄了身旁的男子一眼 再次收回视线 简直是直男一眉 连安慰人都不懂 以前我只懂得杀人 说起以前的事情 剑衣毫无忌讳 也许因为她觉得自己不一样了吧 她可以帮忙救人 还可以守着她 不让她被欺负 想起一句有几分耳熟的话 凤九儿不由地微微勾了勾唇 这个杀手不太冷 她不知道话是从哪儿听回的 不过这个传说中的北木国第一杀手 不仅不冷 还挺可爱的 为何现在不去当杀手了 凤九儿音量不高 问得随意 有吃有喝 为何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呢 我觉得你还是担心一下公主殿下的情况才好 某男的脾气也不是不知道 这丫头一早便离开了 也不知道店中的某男是不是早已经气炸了 想起了什么 凤九儿连脚步都停顿了一下 瞬间觉得背景有些凉 今日一早 他在九皇叔身边逃走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没想到转眼已经到五十 不知那个家伙吃早餐了没 想到公主殿里的种种可能 凤九儿不自觉地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还没靠近公主殿 凤九儿便感受到了一阵阵寒气 而那散发寒气之地便是自己的寝房没错 经过大院 急急忙忙来到公主殿前的凤九儿停下了脚步 剑衣 你陪我进去 我有事要与你商量 我没话好说的 想回去用膳吧 你自求多福吧 丢下一句话 剑衣无情地离开了 还没等凤九儿做出反应 寝房的大门突然自动敞开 看着打开的房门 他心里更加没底 九皇叔生气了 是不是 他似乎好像仿佛说过会回来陪他用早膳的不是吗 却不想 午膳的时间都来了 冒着生命危险 凤九儿还是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并且乖乖转身关门 宫主殿 两个宫女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在凤九儿合上门之前站在了门外 轻唤了声 去准备早膳 凤九儿露出脑袋 看着他们摆了摆手 不 准备午膳 两份 是 公主 宫女的话还没消散 凤九儿已经将公主殿的门关上 殿中的空气太吸薄了 而且还带着一阵阵的寒气 这家伙不是真的连早膳都没有用吧 一转身 一阵寒风拂过 让凤九儿差点没睁开眼睛 却不想 刚看清楚面前的情况 他便被与他靠得很近的男子吓了一跳 凤九儿瞪大双毛 还不至于尖叫出来 可惜身体太弱 一阵寒风差点将他给吹倒 如同神奇般站在他面前的男子长臂一捞 将往后倒的女孩锁在怀中 凤九儿被压得差点透不过气 可看着面前帅得让人移不开目光的男子 他想要伸手推他 又有几分舍不得 说真的 他活了几辈子 似乎都没见过如此完美的男子 一点瑕疵都没有 嗯 他何时活了几辈子 湛青城垂眸看了一眼 便冷冷地将他放开 等凤九儿站稳脚步 反应过来的时候 视线中只剩下男人冷漠的背影 九皇叔 他说 抿了抿唇 凤九儿举步朝坐在榻上的男子走去 现在哪里还管得了自己是不是心情不好 九皇叔生气 逼天还大 榻上之人随意披了件外袍 就连长发都有几分凌乱 想必早晨洗洗之后便没有再理会 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的倾城之色 甚至还给他的俊美添加了几分狂言 美得使人痴迷 让人陶醉 九皇叔抱歉 我不是有意现在才回来 连了脸神 凤九儿收回了视线 丢下一句话 转身走进寝房 印象中 九皇叔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是哪来的印象呢 凤九儿也分不清楚 看着书洗台上随意丢下的毛巾和杯子 凤九儿也印证了心里面的想法 也许是清楚九皇叔的性格 他心里有些不好受 好歹是他带回来的人 却没有人伺候 就连温饱都有问题 以九皇叔的性子 他不喜欢被自己不喜欢的宫女伺候 好像也很合理 浅叹了一口气 凤九儿拿上梳子转身往外走 刚从寝室出去 宫女敲响了大殿的门 公主 膳食都准备好了 宫女的声音在外面传进来 想必是被嫌弃过 听起来他们连说话都有几分小心谨慎 进来 凤九儿抛出一句话 人已经来到了战青城身后 男人依旧一声寒气 可他却一点都不生气 两位宫女还在 凤九儿也不说话 轻轻给正在翻阅兵书之人梳理头发 奴性就奴性呗 在他身旁 他是奴婢又如何 反正心里能接受就好 两位宫女从偏殿出来 凤九儿摆了摆手 宫女喊手退了出去 帮大帅哥梳理好长发 凤九儿放下梳子 半蹲在他身边 九皇说 看着这张帅得天怒人怨的脸 凤九儿眨巴了下眸 用膳吧 我肚子饿了 不等他拒绝 凤九儿站起 牵上他的手臂 还好 不知他是真的饿坏了 还是什么 反正他进而易举的 就能将他拉起来 两人一同走进偏便 在桌子前坐下 凤九儿倒了一杯温水 递到湛青城面前 喝口水 消消气 湛青城接过茶杯 喝了一口 便将杯子放下 在凤九儿以为 他要用膳的时候 他却一点举动都没有 他只能靠近他坐下 拿起碗筷 将一块块 他喜欢的膳食 放在碗里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